Hello,大家好 昨天已经提前预祝东亚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了 今天再说一次 因为我们北美地区中秋节了 因为存在时差的问题 那么反正先祝全球的华人朋友们中秋节愉快 好 昨天欠了一期种花养花问答 今天补上 今天有两期 好吗 然后昨天不是说没有节目 昨天有一期原艺片的节目 昨天还说的干货蛮多的 没有看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言归正传 我们来说 第一个问题 不理事班的 不是问题 它是焦卓业主要是 那么他说我要大声的说 老河的焦水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 他不理事班啊 正午浇一次水现在是够了啊 然后你你接下去要慢慢天气热起来了 你不理事班你是那个那个澳洲啊 南半球 接下去天气会一天比一天热了 那你怎么样去判断一天一次水不够呢 你早上起来你要去看那个你是盆栽盆土的那个表面啊 半干不湿你早上就要起来浇了 再过两天 给大家看看你的那个花吧 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还没有开已经来交作业了 全是花包看到没有 很多花油都这样 上来从来没有中这么好过 才会有这样的兴奋之情 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你接下去的挑战就是你的整个夏天 是吧 一直到秋天 都可以一茶接一茶 一波接一波的 开好啊 你等这一波春花结束之后 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要观察 而不是说很教条的去说 啊我中午浇水就行了 不是的啊 你要观察自己土的表面 半干不湿就要浇 然后呢 你现在用的是那个 你很好 你说了啊 通用型的缓氏肥颗粒 然后有机肥 交替使用啊 你这种用肥 你现在能开的很好 没问题的 因为你是春天 第一波滑上来 那么它第一波上来 就是怎么样 有力气 就是它经过冬天的休眠上来 它是有能量 有力气的 但是你如果接下去第二波 包括夏天 那持续的要开的好 是吧 甚至不比春天差 就像我 你看我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家的话 是吧 经受这种50多度 就50度40多度的气温 照样能开的好 那是除了浇水以外 还有就是用肥 用肥怎么样 你后面接下去 缓氏肥 有机肥 都不要用了 就改成水肥 通用型的水肥 水龙肥 好吗 好 我们接下去 下一位纽约的花友 他是 今年因为看了老河的视频 种得特别好 人见人夸 很开心 确实不错 那绣球开的好漂亮 他说每日一次水浇透 微月每周两次通用型的水肥 绣球没有用肥 微月得过黑斑 叶子几乎掉光 用了我的 我推荐的药啊 已经火过来了 已经治好了 大家看 这个是他那个绣球啊 全部都在陆续开了啊 我基本上在 夏初夏天 说没开的话 有们基本上听了我的话 秋天都在开 绣球啊 然后微月 微月也是一茶斜一茶啊 你这个抵抗力应该还不错的 不太会白粉的 但是这个可能容易黑白一点 红色的 这也正常的 反正自己会用药了 都治好了 很棒啊 他说绣球颜色现在变变变变深了 但也很好看啊 他这个绣球还是就是刚开的时候的颜色 对绣球后面颜色会变深正常的啊 甚至还会变成绿色都正常的啊 好 我们下一位花友 下一位花友 虽说也是交作业 但是有实质性的问题啊 呃 你这个问题 我还是要说一说的 先来读吧 老何 我是您的新粉丝 在您的视频下面留言啊 然后在YouTube上 是第一次点赞留言 第一次订阅啊 哇 你是为了我来 然后注册了 那个 注册了YouTube的那个账号 可能啊 第一个订阅频道啊 很荣幸啊 呃 您的视频呢 我受益颇多啊 然后越来越有信心了 第一点是北加湾区 大家看啊 虽然没有前几个作业特别棒啊 但是它是北加 然后呢 很多加州的朋友 南加 不管是北加也好啊 知道要怎么浇水了 知道要浇水了 啊 但是要浇多少量 它还是没有一个概念的 就你这个花就是 看得出来 就是慢慢慢慢开始变好起来了 但是呢 为什么我要说 还是不够的 就是你这颗老的 就可以看出来啊 还是不够的 像你这种叶子啊 首先它有点缺元素 缺元素呢 我觉得你这个地摘缺元素 很可能是它的根系受损导致的 然后呢 就是你看这些页面啊 这些页面的这种斑驳啊 不是黑斑 虽然图片有点糊 但我凭经验还是能够判断出来 它是蜡之城的灼伤 本身叶绿数就少 缺元素以后 然后在家又灼伤了 那么你这个 这些叶子的光合作用 效率全部都下降了 所以它盲枝也特别多 那么你 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同样的浇水 是吧 这颗会少一点 那么你首先要观察 你们家的浇灌系统 可能你是滴灌 或者是喷磷 就是你要去看的 就像我们家 我是喷洒的喷磷的 是吧 有些位置 它就是水喷到少一点 或者滴到少一点 就是要人工再去 再去拎水去浇的 然后我们 加州是吧 今年很特殊 往年够了 你今年都不够的 往年我一天三次水够了 今年我是一天五次水 像这两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不要说已经将近50度的高温 已经过去了 现在还是40度 是吧 华氏 华氏100度以上 三位数的高温 号称叫 是吧 那么北加也好 不到哪里去的 你们还在煽火 我这里还没有烧火 你们北加还在烧火 是吧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是 怎么处理 就是增加浇水量 还要增加的 然后那个铺面 你打个窗口出来 你要明确能够观察到土 土的表面 半干不湿就要浇 早上中午 特别是你下午两三点钟 一定要看一下 观察一下 最晚的浇水 打开窗口以后 你看了 你差不多三点半 四点最后一次浇水浇透 基本上就过夜了 晚上过夜了 会调回来的 状态会调回来的 然后如果说新门发出来的叶子 还是很多 还是这种浅色的 你看一下 那个缺元素用的那个肥 是第几期来着 1157 原一篇1157 秀球很好啊 秀球种开花了 很小 今年新种的吧 不要修剪了 好 下个问题 老学员 焦卓叶 芝加哥 现在是10到19度啊 非常好的温度啊 然后3到8度最冷是 好的 你现在的温度就是旺盛的生长季节啊 然后你不要担心过冬的问题 你先说一下你这一棵吧 你这一棵 这些病斑倒还可以忽略不济啊 因为上面很很蓬勃 你你这个塑料盆应该是那个 就是盆太小了 然后干倒过 干倒过它下面这些都会掉的 或者你把它摘掉也可以 清掉 有没有红蜘蛛 不确定啊 感觉有一点 感觉有一点 你你最好是换盆 换个大盆 是吧 你这个明显就太小了 然后之所以造成晃夜市 还是盆小干到了 然后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晒的 像这种盆啊 如果是像我们洛杉矶这种地方 那如果黄叶 基本上是浇水一晒就黄叶了啊 呃 所以说盆的那个保温性能要好 所以我一直在推荐 除了保温好之外呢 还要透气好 所以你要达到这两个性能啊 你还可选的材料很少 所以基本上就淘气淘盆 啊 淘盆是最接近于盆栽 也像地栽 最接近于的地栽的啊 其他的花都很好啊 你现在是生长旺季 该用肥用肥 该浇水浇水啊 都在盆勃长花苞 然后长这些新嫩芽 是吧 你你这个时候别想着过冬 好吗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 但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看你自己的植物状态啊 是吧 植物在不适合它生长的时候 它怎么可能这样长呢 是吧 拼命长笋 拼命开花 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非常合适啊 这个温度非常合适啊 是吧 芝加哥的着急过冬 你们现在要咔咔咔 强剪剪掉过冬 那就是抱歉天悟啊 月季最好的季节 除了春天以外的最好的季节 就错过去了 主要是怪我 怪我主要 大家都觉得好像南家 天气乐才能把月季种好 是吧 你们以为 你们现在的温度 才能把月季种好啊 是吧 我这种是特例啊 乐季是不喜欢言乐的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多漏的问题啊 多多我一起说吧 一起说吧 大家看一下 你这个地栽啊 嫌它长得慢 你别嫌长得慢 蛮好的 健康的 好吧 然后怎么说呢 你就是这些 这些品种都适合盆栽 我觉得 然后你真的要去地栽的话 用法师啊 什么的 去地栽会好一点 法师累的啊 然后我下一期节目里面 还要说一个多漏的 配土的问题 下一期说 你地栽了 你就不要去管它配土了 累不累啊 地栽了 你还改天换地去换土啊 不用换的 蛮好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准备第二期节目